民進黨黨主席落選頂 參加中選會 以先感謝黨人的打招 同仁在這場選舉當中 努力同心 全力投入 也克服總統的困難 把每一項選舉的失誤都辦到最長 這是這次勝選的關鍵之一 感謝所有的黨黨一座人打招 民進黨贏總統的選舉 但是輸國會選舉 當然一直在檢討 民進黨部分副理會拿名林翁宜川 有一張年輕人的配 說政府都是在說經濟的經濟 得理 年輕人對這些都沒感覺 若是多青督這政 又沒改善 利空二百年就會輸得很清晨 這一次選舉有太多值的檢討 如果你不檢討 你下次就會被淘汰 所以檢討自己是民進黨的傳統 我們在開會裡面會大名大方 在選票上或多或少都可以感受到 就少的年輕人的支持 這個進入效果是一定要做 再來就是說不要再去談要進抖音這件事情 已經有了我覺得國安局或國安會 我覺得他們都會有一定的機制在做一個控管 甚至我們要要直求對決 年輕人問什麼問題 我們就跟他們好好去回應 開中相會時 國派黑拿出意見 分析少年人選票流失的原因 黨的秘書長康立名在中相會清晰這段 但是說是立委選的成績不好 秘書長現在也完成階段性的任命 他階段性的工作 他也跟我 秘書要我旅行承諾 講好就是上來這一個幫忙選舉 完成這一個共同的選舉的任務 任務結束 其實我想就剛才這樣講 原來他們本來就約束好 秘書長就是做了一年 他說這跟選舉無關係 後一般的幾歲就是先把身體告好 但是他也說 要怎麼跟年輕人連結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民進黨現在不是只要面對選舉後新的局勢 跟國的條件 也要檢討 在日後禮拜不通 又發生這件事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